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林鄭昨天宣布了 說行政長官三司十三局首長和特首辦主任 將會減薪一成為期十二個月 當然這個減薪幅度遠遠低過市民的預期 以及部分行會成員 例如葉劉淑儀的要求 葉劉也提出 你這班高官最少都要減薪三成 加上你加完薪後再像徵式減一成 根本就是找市民笨 另外那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又可以獲得豁免不需要減薪 原因是甚麼呢? 根據HK01的了解 就說林鄭認為這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人工不算太高 而且不少人要供樓 家庭負擔比較大 這些是甚麼藉口? 首先林鄭就完全離地 做得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都已經是六位數字的人工 鬥十幾二十萬一個月 虧林鄭說得出口說他們人工不算太高 對比起你本人四十二萬 人工當然不算高 你要和一般的打工子女比較 離譜真的 而且說不少人要供樓 家庭負擔比較大 很多中產人士需要供樓 就算不供樓也需要交租 普通一個打工子女也要交租 劏房也要九千元一個月 林鄭 離譜完全是離地 你到底有沒有了解一下民間的侄父 麻煩你有空就落下區 天天困在禮賓府 天天困在政府總部 對著一群拆鞋子 阿餘奉承 你聽到民間的聲音嗎? 你知道民間現在發生甚麼事嗎? 好了 現在整個問責班子和全體行會成員 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減薪一年 是被迫的 因為如果市民沒有提出相關訴求的話 你這群人肯定不會自願減薪 當時你是心不甘情不軟 所以有些行會成員就不睡覺了 譬如葉劉和湯家驊 就說不僅行會要減薪 立法會議員都應該減薪 我舉手舉腳同意 為甚麼? 因為很多立法會議員 根本上都是不稱職的 憑甚麼鬥十萬零一千元一個月 都還未算下非實報實銷的 所謂籌作及交通津貼 每年是有二十二萬一千三百一十元 除了每個月是一萬八萬九元 你每天吃甚麼? 吃狗大鬼也吃不到一萬九元 每天坐的士也坐不到一萬九元 這筆錢是非實報實銷的 你用不用也好 你可以代落袋 你可以申請 不需要單據 所以 你說要立法會議員減薪一成 我絕對同意 因為有很多人 那些人根本上 有會也不去開 那些缺席率是其高的 再加上那些人疏於正時 冷冷閒 有些是功能組別零票 減薪就對了 全部一起減薪 好了 有些政黨說有不同的意見 如果減薪的話 只不過是把那筆錢 入到公帑那裏 有些民主派議員 比如說這個公民黨 走出來說 說不想益政府 所以他們就考慮捐薪 捐薪我都同意 他說捐去哪裏 他說可能是捐給一些有需要的抗爭者 或者是幫助黃色經濟圈 我又同意 既然楊岳橋議員提出了這個意念 我也不怕拋磚引辱 實情每一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和區議員 都應該在這段艱難的時刻 捐薪一成薪 成立一個基金 專門幫助黃色經濟圈 或者是有需要的人士 這筆錢集約成求是很多的 我慢慢計算給大家看 首先就是 民主派有22位的立法會議員 如果每人都肯捐薪一成薪 每個月就有10,100元 再乘22元 其次就是 民主派有389名的區議員 區議員的月薪是33,950元 如果每人捐薪一成薪 即是3,395元 乘389 每個月 好了 我就介紹一條數 如果每一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 分別都捐薪一成薪 再乘12個月 這條數是有1850多萬的 這個數字當然是相當龐大 那你就可以用在黃色經濟圈 或者幫助抗爭的手足 所謂用之於民就取之於民 更何況你成立了這個基金以後 你就找一些得高望重的民主派人士 或者社會人士來監督這個基金的運作 你再可以收取民間的捐款也可以 你怎樣做也可以 反正你們每一位的議員 就肯去做這個捐款就可以了 所以楊岳橋提出這個意念我都很同意 與其減薪益回政府的公帑 不如你就照顧這個工資 幫助有需要的人好過 就發揮這個民間自救的力量 好了 接著又講一下林鄭的所謂保就業的措施 昨天她才公佈完這個措施 今天就已經有四條小巴線頂不住要倒閉了 我早就說你的措施太慢了 根本上每天都有企業倒閉 每天都有企業裁員告訴你 林鄭昨天還好意思走出來說 說對於企業的人工資助是及時雨 你真是落得很不及時 要最遲六月份才向企業發放第一筆資助 蚊也睡吧 話口未完 第二天就已經有四條小巴線倒閉了 分別就是九龍的專線小巴 二號、二號A、六號和六號X 全部的終點站都是去黃埔的 當然這四條線本來的客源都是大跌的 自從地鐵觀塘線通了黃埔和何文田以後 這些小巴線已經是明日黃花 現在加上疫情更加加速倒閉了 這四條小巴線本來已經被地鐵搶了很多客人 搭去九龍堂又一成 搭去尖沙咀 搭地鐵更快 那些居民 如果要去紅磡 走都走過去 兩三個字 還用不著搭 所以本身的客源已經少了 再加上疫情更加沒有客人拍烏蠅就倒閉了 林鄭還說到自己的大計很威水 馬上就被很多人出來提出 你那些補就業計劃有很多漏洞 你又沒有顧及到失業人士 又沒有顧及到自僱人士 一味就說那些自僱人士 如果他有供這個MPF 就可以獲得資助 只不過他只是獲得 上限資助是七千五的 這個根本上就是不合理 為什麼那些僱員的補助 就可以每個月有九千元為期六個月呢? 為什麼那些自僱人士 只能夠一筆過得七千五呢? 那個份額也不合理 你至少有工這麼乖 自僱人士也有工強積金了 那你特區政府就不要這麼沽寒 一味就懂得在補貼那些企業 自僱人士難道這條命賤一點嗎? 你不就照補貼回九千元乘六個月 即是五萬四千元 那條七千五元的數都不知道怎麼算出來 還要一次性 更何況就是 絕大部分的自僱人士都沒有工強積金 何來工強積金 是不是呢? 每個月的收入又不穩定 找招不行 還供什麼強積金? 整班都白癡的 你說有沒有自僱人士 會為了貪圖你這個七千五百元的資助 去專程申請一個強積金的戶口 然後在餘生直至退休為止 即供強積金 當然是不可能的 根本上你這樣的寶座 就是不到位 就是浪費 而且失業人士又怎麼算呢? 我們就叫他拿中門 因為放寬了資產的限額 你那座自住樓就不會計算在內 說得好像黃欣大赦一樣 但是你仍然是有一個資產的上限 若然那些失業人士超過了限額 那怎麼辦? 你要叫他吃谷種 他一樣要有很多壓力 你那班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就說人工不算高 鬥十幾二十萬一個月都人工不算高 又說要供樓不用減薪 那你就可憐一下那些失業人士 人家一樣要供樓 一樣要交租 那你叫他拿中門 但不是人人拿到的 有一個資產上限 那你超過了資產上限又失業 那怎麼辦? 那你吃谷種吧 吃谷種吃到你那個資產 夠為止你才去拿 這些根本上是不到位的 麻煩你參考一下 連澳門也做得好過你 起碼人家對於每一個合資格的僱員 就有一萬五千元的寶座 是直接給僱員 不僅僱主 僱主他也有 僱員他也有 而且又有一個電子消費券 又給五千元了 派錢就派了已經 而且電子消費券已經派了兩期了 那些特區政府有些什麼呢? 經常很多事情都要二選一 包括這些業樓 當時也說不要派錢 要派消費券 別人去澳門兩樣東西都派了 何必二選一 你特區政府這麼多錢 做多樣子都不怕了 是不是? 一群人害怕吃虧,那些钱又不是你的 最重要的是公帑是用得其所 那些钱是属于人民的,你不需要做守财劳 你现在又说做了多少百亿,多少千亿的资助 你全部都是资助老板,落老板的袋子 那也没问题,有些人就说 如果老板不行,那些顾员也不行 对,我不会质疑你这个说法 我绝对认为是说得对,我也认同 只不过,麻烦你在辅助老板的同事 辅助一下雇员,辅助一下失业人士和自雇人士 辅助一下漏网之余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加码派钱 每一个人手持住的身份证就可以去拿钱 那方便很多,用不然好像搞到你这么复杂 另外有些人就说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人工资助的计划 是会使得一些企业裁员呢? 我现在再解释一次 就是因为这个计划 就要那些雇主承诺 在接受人工资助期间 就不可以裁员的 好了,那他要怎么做呢? 他如果要炒人的话,他就先先炒定 因为一旦他接受了这个人工资助以后 他在那六个月里头就只能冻结人手 就算生意再差也不能够炒人了 因为一旦裁员的话 特区政府就会问他追讨那些钱 好了,那当那些老板如果预计得到 我将来这六个月要接受政府的补助 但也看不见有一个经济复苏的迹象 生意又不似会弹起 那他当然是先炒定人 那些老板就进可攻退可守了 一旦市面忽然之间复苏起来的时候 那他就马上聘人了 这个人工资助计划没有限制你聘人 只是限制你不要裁员 所以在这个计划推行以前 我估计就会有一个裁员潮出现 根本上林郑这个保就业大计就是流动百出 好了,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